假如夏琳去法国 你心里就一点不难受 他自己非要去吗 我看他是不太爱你 你看我哪离得看陆涛啊 他这样对你说的 不是啊 是我对你这个老好人发出的抱怨 晚上吃饭的时候 求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防火防盗防闺蜜 这句看似玩笑的话 却用无数次一语成诚的结果 证明了这是一句非常靠谱的智力名言 所谓闺蜜的威力为何如此之大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他能挑拨离间 能够打着为你好的招牌 肆意挑战恋爱双方的信任 毫无底线地破坏两人之间的感情 谁都知道米兰是开玩笑 但谁都知道这句玩笑 会给关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感情的破裂就因为 这句所谓的玩笑话就此开始 当然 关鹏也几乎等于恋爱中的白痴 这种话怎么能让朋友代为转达 夏琳轻轻松松就能找到回对的理由 甚至能将错误全都推到关鹏的身上 来听听夏琳听到这句话以后的反应 夏琳 关鹏让我给你带一句话 他怎么不直接跟我说呀 不好意思呗 看来你们俩关系比我们俩好啊 瞧见没有 问题还没问 夏琳就已经明确了关鹏的罪行 一个关系远近就能彻底将关鹏置于死地 越是不好意思问出口 越是不能让人转达 从亲密关系上讲 任何人都比不上恋爱双方 这是原则问题 对方甚至可以随意将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无限上升 直到你百般求饶 压根就顾不上问题的回答 好在夏琳不是胡搅蛮缠的人 到底懂得给男人留够脸面 他又给了关鹏一次机会 关鹏 当面说说吧 可就算如此 就算夏琳给了机会 关鹏还是扭扭捏捏 将求助的眼神投向了米莱 日常敲网 尤其是恋爱过程中 气势上的压制 几乎能够决定两人关系的最终走向 在路透面前 米莱就是一个主动倒贴的小迷妹 结果如何 我们已经知道 在关鹏面前 夏琳却是一个有主见 有态度的独立女性 结果如何 我们更是清楚 正所谓人之初性本贱 女人如此男人亦然 你越是能够蛮横压制对方 越是冷淡处理双方的关系 反倒越是能够掌握主动权 任意把控两人的发展方向 话让米莱说 味道就变了 甚至连性质都会改变 米莱分省去了关鹏的尴尬 但夏琳直接回答米莱 就能不顾关鹏的感受 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 你不是不好意思吗 你不是让别人问我吗 那我就直接回答别人 你也不能介意 就连生气都不能生气 回答虽然模糊 但态度非常坚定 爱不爱和离不离开没有关系 如果你将这个 当成衡量爱情的标准 那我就无话可说 米莱喜和陆涛 就决定不出我了 真的 这是刚决定的 第一 我舍不得他 第二 我也不放心啊 我怕我前脚一走 他后脚就被别的女人给呛了 唉 这方面 大家可都不是吃钱饭的 条件没有 夏琳已经生气了 就算关鹏给出了主动 夏琳也始终没将话题 乃至视线放在关鹏的身上 他只是和米莱不断对话 早就已经忽略了关鹏的存在 有人说 爱不爱 眼神就能表白 态度说明一切 夏琳和关鹏所谓的感情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 不堪一击 米莱对陆涛的爱一目了然 不舍得不放心 只是 男人哪能守得住 感情岂能看护 想离开 眼皮底下就能操作 要深爱 天涯海角都不是隔阂 事实证明 陆涛和夏琳的劈腿 就发生在米莱和关鹏的眼皮底下 和什么出国不出国 离开不离开 没有任何关系 米莱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 关鹏赶紧跟上 追问夏琳的态度 夏琳 有人说爱她就得尊重就得信任 更要懂得适当放手 但更重要的是 爱她就应该尊重她的追求和喜爱 夏琳和米莱本就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一个是出国进修 学习生存的本顶 一个是出国镀金 迎来更为舒适的生活 将这样两个姑娘放在一起比较 本就不应该 更何况还要以爱之名 还要使出感情绑架的拙劣手段 夏琳和关鹏僵持了 好闺蜜再次出击 看来你们俩的出路只有一条了 什么出路 关鹏辞了职 跟夏琳去法国吧 再陪着她 看着她之余 随便学的什么 回国之后 跟她一起开架时装公司 那怎么行啊 夏琳 你看 她不肯为你寄生 她不爱你 请注意 这又是一句玩笑话 而且是大家都能理解的玩笑话 但实际上呢 这句话有着相当的分量 能够决定性影响两人的感情 更何况 这种看似玩笑的话 在现实生活中屡屡上演 一副义正言辞的嘴脸 一副过来人的模样 打着为你好的旗号 一心将你和你的爱人拆散 然后释加安慰 精心打扮以后 人家出门约会 徒留你自己上碑 防火防盗防闺蜜 有的闺蜜能够劝你迷途知返 有的闺蜜就是见不得你幸福美满 我亲爱的女同志们啊 找男人当然需要擦两眼 但找闺蜜同样不能当个睁眼瞎呀 能不能帮你另说 能不能毁你 才是你需要关心的关键 面对如此玩笑话 当然要冷笑应对 奈何 米莱还为自己的这句 所谓玩笑话准备了理由 准备了看似有道理 但却阴险无比的玩笑 我这是打预防针 叫你们俩在心理上有个准备 实际上你们俩都是我朋友呢 不是话又说回来 夏琳这么一走 两到三年 谁知道中间会发生什么事 要说你们俩都会死等对方 鬼才相信 反正我不行 善意提醒客观劝说 能够理解 但你非要坚持什么 为爱相守 不值得相信是几个意思呀 明知两人不可能双宿双飞 还要强调 鬼才相信的死等对方 你还不如直接劝两人赶紧分手 早分早解脱 早死早脱生 终于 米莱的报应来了 一直没有说话 但却始终将视线停在 夏琳身上的陆涛说话了 我也不信 那你干嘛不陪米莱去美国呀 我不知道去美国干什么呀 他也不知道 而且我觉得混 还是在国内混起来方便 可是学时装设计 当然是法国最好了 我学盖房子的 我都懒得出国 你一做衣服的 跑国外学什么劲 要我说呀 买一缝纫机 回家想做什么做什么 两人对话的关键 我们可以暂时忽略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陆涛刚一大话 夏琳立即开始了 和陆涛的对话 而且相聊甚还 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 你就知道 落花有情流水有益了 你铺那事我懂 先坐两件衣裳 然后找几个漂亮姑娘 穿上多拍点照片 让人看着特顺眼 好卖个好价钱 多骗点老百姓的钱 最好的是叫高级成衣什么的 也不就是给有钱人做贵衣服 让他们出去混的时候 显得跟那老百姓不一样点吗 你不得不承认 陆涛所言还真是没错 所谓时装不过是有钱人的游戏 不过是有钱人用于彰显自己与众不同 区别于低层阶级的工具而已 平盘亦如此 奢侈品亦然 照你这么说 时装就没有文化意义了 有啊 骗人和骗自己的时候 有起口用 文化意义 传统服饰不能表达文化 还是非要造型奇特 露腿露肉 才能体现文化的意义 不过是骗自己而已 不过是骗别人罢了 不过是为了这个所谓的市场 寻找一个不容自己和别人拒绝的理由 陆涛的话 惊起了夏琳心中的涟漪 她甚至开始最为常见的操作 准备下手了 嗨 我说米勒 你这男朋友怎么那么愤世忌俗啊 哟 这时候想起我来了 你俩不聊挺开心的嘛 为什么不回家打电话聊呢 你省着我们俩在这 有些话说起来不方便哈 为了气息你 我还非问问夏琳小姐 你电话多少啊 我也觉得有点意犹未尽 听米勒说你特别聪明 我双十个号码 其中只有一个是对的 你能记住吗 说吧 夏琳你别说 她真记得住 陆涛到底是怎么记住二十个号码的 我们不必理会 关键是连一已经泛起 号码已经并非重点 陆涛还会找到夏琳 夏琳还会给予积极回应 两人的故事已经拉开了序幕 米勒这个可怜的姑娘 已经自己伸手抓起了帽子 所以 哪有什么看住看不住 哪有什么信任不信任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压根就不存在怪谁不怪谁的问题 关键追到法国 他和夏琳也不会在一起 米莱再是第三下四 他和陆涛也断然走不到最后 爱情这个东西 只是王八看绿豆 只是扳手配螺丝 早就注定一切皆是命